大家好 歡迎回來介紹2023 WCS寶可夢世界大賽 最熱門大家最想要的商品 就是這個 玉組合 它其實官方賣非常便宜 是3500塊日幣 然後它裡面內容物會有兩個鐵盒 大家看到了 然後還有這一張特典卡 然後還有一整套的玉組 卡表在這邊 有這些卡 然後這個是特典卡嗎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硬幣 這個是什麼 卡套吧 好像是卡套 那這些是我們擁有的鐵盒數量 那不要問怎麼來了 對 就是辛苦跑來了 不過大部分都是原價買的啦 因為我們不做黃牛的事情 我們也不做違法的事情 對 那至於怎麼有辦法進去那麼多次呢 就是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不過大部分都是我們很努力的在商店門口 問有沒有人有多的位置啊什麼的 然後請人家帶進去的 那其實這個活動有很多非常好的人 他們會無常的帶你們進去 然後勾舞幹嘛的 至少我們遇到的是這樣子啦 那但是看一些論壇啊 還有一些那個交易網上面 他們正常來說 他們現場的門票是 你要帶你進去的話可以 但一個人是五萬日幣 然後加你進去購買育主的那個限量 因為一個人進去只能買一個嘛 你進去以後呢 你的那一份你還要交給 賣你票的那個人 所以你的門票就是五萬日幣 加上一個育主 有一些是五萬日幣加育主 再加上傷害指數 不一定 反正就看你們怎麼談 那我們是沒有買黃牛票 我們都是慢慢求人家帶我們進去 然後很幸運的都 幾乎每天都有遇到人帶我們進去 然後他們也沒有跟我們要育主 他們也沒有跟我們收錢 然後大部分都是非常喜歡寶可夢的玩家 那我們其實也是非常熱愛寶可夢的玩家 看到我們的收藏其實就知道 我們之前拍的片 什麼有的沒的 那這些呢 我們也沒有打算賣 因為我們全部都打算自己收藏 那今天我們打算開一個 就是這一個 在運回來的途中不小心這邊爆開來了 所以 就打算把這盒打開來 然後開給大家看看你們有哪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開始吧 這個先收起來 收箱子 那我現在就慢慢把這打開啦 其實現場我們認識很多人 然後現場有很多黃牛 然後我基本上每天都會遇到有人問我要不要買他們的玉組盒 那第一天是有人問我要不要買 我其實是有買了兩盒 一盒是三萬塊日幣 我買了兩盒 然後接下來 那兩盒買完以後他還問我要不要買 他那邊還有五盒 我就沒有要買 第二天的時候 又遇到一個人 然後來問我要不要買 他那邊有十盒 一盒是兩萬 不對一盒是三萬兩千塊日幣 有十盒 我也沒有買 然後第三天的時候 他也是 也是有人來說 然後說要賣也是賣十盒 第四天第五天 就每天都有人來問 都是十盒 就是很少會是五盒 問你說五盒要不要買的 通常都是直接問你 我有十盒你要不要買 然後最後一天 十三號的時候 因為我十四號回台 我十三號的時候 有一個外國人 他問我說 他那邊有十盒 一盒兩萬九要不要買 我說 問你在回機場路上 沒有辦法 我如果 其實如果沒有在回機場路上 我可能那十盒我就收下來了 不過想說 你那麼多了 應該是 就算了吧 留給其他人 我現在看 這個是怎麼開 第一次開 它是這樣子的 然後它裡面 攻擊拆一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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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卡套 哇 它是直接把卡放在 獄主裡面的 所以你要拆的話 你就是整組都要拆開來了 就不要拆了嗎 拆嗎 不要拆嗎 蛤 不要拆嗎 就 好 我給大家看它的那個紋路 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我就不拆啦 真的 真的太好看 它這邊還有一個 World Champion Ship Ships 然後2023 燙金的一個 Logo 非常美 非常漂亮的一張特典卡 然後 廉價的傷害指數 然後還有一個超可愛的 皮卡丘 硬幣 上面寫的是 Pokemon World Championships 2023 然後皮卡丘 這樣 它頭上叉叉什麼意思 我就不太懂了 還有嗎 就沒有了 它就這樣 它一盒其實就這樣 很很 很簡單的 然後 它下面還有 送子鳥 然後 北京烤鴨 烤麵包 然後會走路的 水母 然後還有 準備吃掉它們的 小咖啡收 然後這是 吞金爸吧 然後 這個是那個 迷龍 然後 什麼 什麼什麼雪的 然後 玉三家 跟皮卡丘 真的很漂亮耶 天哪 它整個塗料什麼的 真的是 都做超好的 好啦 那 那 基本上 它的 就是 就是這樣放了耶 那 那它這一格是幹嘛 它這個裡面沒有東西啊 它全部放在前面啊 然後 不會跑 喔 就故意讓它不會跑 對啊 它三個是放在前面的啊 它後面沒有放東西耶 然後 然後這個這樣 再蓋下去 卡住 然後 這邊邊 它是這樣卡住的 然後 鐵盒 再這樣蓋上來 它鐵盒的正面就是 十一個屬性 加上 World Championship 的那個 Logo 那這邊 Pokemon Card Game 它這裡面 你看看它其實 它裡面是有 有做圖案的喔 很漂亮 一個卡牌的那個 圖 然後有 傷害指示物的 然後還有 所有屬性 它就 做得很精細耶 非常漂亮 太好看了 我以為它是兩個鐵盒 結果它是一個鐵盒 然後高高的 很像 小時候餅乾罐 好啦 那我們這次開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 按讚訂閱 加分享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